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会有院长级的 会跟一个诈骗的创投公司 维系那么好的关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台湾现在已经变成了诈骗天堂 台湾的诈骗 根本的关键是在于政策上的构建 最近前立委黄国昌一再的爆料 民进党的立委 民进党的政务官 临民进党的担任过院长级以上的政治人物 居然跟诈骗集团之间都有勾连 甚至于政院的顾问也在居中穿梭 而民进党新潮流的重要人物 像包含郑文燦包含黄伟哲包含陈菊 等这一些都有跟诈骗集团的首脑 曾国伟他们见面还有拍照 那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诈骗的盛行 也是另外一页的政策勾集 我们通常讲诈骗案分成四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最高级的就是创造头部吸睛的方式 以政务官的照片跟他合照的照片去诈骗社会大众 这个阶层我们现在就看到了像包含郑文燦包含了民进党很多的政务官 那其中还有一个院长级的这个院长级的他们全家从政 况且这个人是在南部 他过去 他过去也曾经担任部会首长 最后坐到了院长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家族是跟这一些所谓的诈骗集团 这个诈骗集团的首脑还是一个黑帮的富邦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勾连很深 那第二个就是88枪 就是88枪世界 还有台南市政府一早的会选案 那第三个大家都忘了一件事情 忘了哪一件事情 各位晓不晓得 大家全部忘了一件事情 88会馆的事情在选举必然爆发 88会馆就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跟这些所谓帮派的勾连是有多么深 那换句话说 这一些事情现在陆陆续续的呈现 当他陆陆续续的呈现 他说明了三个严重的问题 就好比说曾伟伟的头部公司长期以来 把办公大楼免费租借给民进党的委员陈欧波 陈欧波现在宣布退选 也曾经把他的房产借给民进党参选人当做他的竞选主动 况且是无偿提供 如果按照法律 就是说立委 好立委 弄一个服务处 地方的服务处 那事实上 好立院每个月会补贴他的房租大概2万块 2万块就是直接贿赂他的贿 那个直接贿赂到你租屋房东的户头内 很少直接交给立委 但是我们现在看 坐车 房舍 竞选总部 服务处 全部都是免费供应 各位可以想想看 好黑帮养立委的结局呢是怎么样 偏偏又包含了政务官 那郑文灿甲 他说政务官不会帮 所谓诈骗集团背书 可是诈骗集团拿着他们的产品 报了市政府 然后市长你拿了这一些的产品 给他做免费广告 各位就可以看看 这个是何等否刺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八八会馆 八八会馆那也是黑帮的 民进党的政务官 频繁的进出这些地方 所以我们判断 这些所谓的诈骗 黑帮 八十八枪 八八会馆 还有所谓的创投 这个幕后 都会运用民进党的权势 为自己创造个人利益 那创造了利益以后 这些钱究竟流落到什么地方 没有人知道 他有没有资助 所谓的政治现金 也没有人知道 就是说民进党执政任内 他不查金流 你很多的案子 他几乎不查金流 因为金流你一查下去的话 那还得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会有院长级的 会跟一个诈骗的创投公司 维系那么好的关系 一个富格魁的 可以到诈骗的创投公司 去喝春酒 我们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人都是出身心潮流 这个是值得大家 关注的一个趋势 这也是赖清德甩不开的包袱 演出声 5 Tin 留步 5 2 5 6 6 7 7 7 9 7